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叫巴英达拉 巴英达拉 巴英达拉 来自新疆伊利的蒙古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北京之前 在那个内蒙古电视台工作 合唱 合唱 舞伴奏合唱 我是11点 10月来的 第二年的6月 开始 做的乐队 就是因为在电视台上班 然后待了内蒙古 5年 4年没有回家 因为我家里人不让我回去 他们说没必要回来 回来干嘛 又跑那么远 就是家里人就是挣钱 生活 我们那儿的生活很慢 这里是都忙着挣钱 人也多 车也多 开排练室的门 开排练室的门 拿乐器 拿乐器 走走走走 往前往往 喝了点 他今天来吗 他要吃张鸡 今天来不少人 不是他说 明天你要走 他怎么办呀 明天几点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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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火车站 北京站 北京站 几点吧 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的火车 我送你吧 我们送你吧 我们三个送你吧 我们三个送你吧 我觉得乐队其实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跟你是一样的去做一件事情做十年 人总会离开 也会相聚 因为一种精神和一种想要的一种轮廓在你脑海当中 它一直会越来越美 除了做乐队以外 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些自己生活需求挣一些钱 但是不是完全投身于这个音乐 就指望它能给我带来什么 因为这个到现在不现实 因为这样会很难坚持 阿吴拉吴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说的一个绕口令 然后里面有很多骆驼 白色的山 黑色的山 然后牵着八十个骆驼要去什么山上 我就小的时候特别爱说这个 后来那天我去山里 然后当时即兴地去唱了一下 因为当那天的环境特别好 特别美 后来我想把它改 但是改得有点忧伤的一种 因为世界美好的这一面小于世界不美好 可能我觉得还是挺凄凉 偏那种怀念的那种感觉 现在所做的音乐其实不是代表一个名字 其实就是自己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环境当中所听到的看到的直接的影响 而你自己能想象出来的东西 你也没法预料它靠近是什么名字的感觉 这个歌里面有三个人 他们说是要去找成吉思汗 一个骑了一个毛驴儿 另一个牵了一匹马 马上做了一个女的 三个人就在一个戈壁滩里走 正好日落 特别荒凉 其实我们的生活跟自然离不开 现在慢慢的人的需求太多 破坏也会很多 与自然界中生活的人 它跟自然是息息相关 蓝色的故乡 其实它是一个精神里的一个想象的地方 但是它不存在 不存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它了 它的神已经离开了我们去别的地方 但是我想要找到它 在蒙古故乡 蓝色故乡 是香格的父亲 蓝色故乡 是香格的父亲 那他就离开去世了 所以我想猫这首歌 王这首歌的行李 我觉得玩音乐 它最终的目的是 在精神和物质上 它有一个平衡 但是开始的时候 它不可能会给你物质 这种东西不像是买卖 它是用人的耳朵去感受 人的思想去想 这种钱不好挣 我觉得 做便宜的音乐 那也好吃 天天有钱 但是 宁愿做别的工作 也不能做那样的音乐 我觉得是这样 我会经常做自己家乡的饭 我会经常做自己家乡的饭 不错味道 我会每天早晨早一点起来 我会听收音机 听我们那边的梦雨收音机 会特别有意思 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但是现在需要想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对音乐不能停止 所以回去就是一个 这种感觉就断了 也可以延续 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借口 离开